首先,我收到一位网友的电子邮件 他发现了一个在Instagram上播放量非常高的视频 这个视频大约有1亿4千万的播放量 网友想知道如何制作类似的视频 所以我到了这个Instagram页面 发现他们拥有近1千万粉丝 这些视频的观看次数有数千万 有时甚至超过1亿 有评估指出 这些视频每月能赚取数万美元 我仔细研究了这些视频的制作方法 惊讶地发现它们非常简单 这些视频可以由人工智能生成的 而且完全免费 在本视频中 我将展示如何制作这些轻松的视频 让您可以开始制作自己的Instagram不落连影片 或将其用作Lofi的背景音乐频道 本视频会有点涨 您可以根据需要跳过某些部分 详情可参考下方描述栏 我还会分享本集所有的资讯和图片 供大家下载练习和使用 保证看完本视频后 任何人都能轻松制作这类视频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我会总结一下 制作这类视频 真的能获得这么高的播放量和赚钱吗 首先 我将介绍如何使用AAI图像生成器 您可以使用任何您喜欢的图像生成器 Meet Journey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但它是付费的 在Discord中输入指令 Imagine和提示词 就可以简单地生成图片了 选择您需要的图片后 按U3和U4即放大需要的图片 其后再按放大两倍或四倍的按钮 即可获得更高清的图片 在网页上右键点击图片 选择另存图片稍后使用 如果您想要免费的方案 可以使用Leonardo 它每天免费提供150个积分 已经足够一般使用 如果您想生成带有大型落地窗的客厅图像 我建议使用Leonardo Diffusion扩散模型 只需输入相同的提示词 并可以生成与Made Journey相当品质的图片 您可以在下方的描述栏中 找到所使用的提示词和连结 当然 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更改提示词内容 但最重要的部分 是提示词需要包含垂直宽敞的起居室 设有落地窗 可俯瞰美景的内容 选择您喜欢的图像后 建议您使用Leonardo中的放大图像功能 以获得更高清的图片 这是免费的方案 还有其他生成图像的工具 也可以免费使用 大家也可以自行试试它们的效果 接下来 您还需要生成背景图像 也就是看窗外时会看到的背景图片 生成这些背景 只需输入相关提示词 选择再次生成高清的图像并下载 室内的生成方法 与此类似 在此不再详述 现在图片已齐备 需要注意的是 您必须从室内的图像中 剪掉所有窗户的部分 您可以在Photoshop中进行此操作 但如果您想要免费的方案 可以使用Photop 这是一个功能强大 且免费的图像编辑软件 更方便的是 您可以在浏览器中 直接使用它 只需简单脱放 需要编辑的图像即可 如果您不习惯使用英语界面 可以在网页上直接转为中文界面 剪取和删除窗口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Polytono Lasso Select多边形套锁选择工具 只需选择该工具 从窗户的一个角落开始 选择每个角落 直到选取整个窗户 然后只需按键盘上的Delete删除键 即可简单地删除该图像的窗户部分 对每个窗户 执行此选取和删除操作 某些地方剪掉窗户 可能有点困难 例如在沙发上 剪掉这些窗户的最佳方法是 使用Magic Wand魔术棒工具 来自动选择窗户 您会看到 魔术棒会自动选择窗户的一部分 然后您可以删除它 只需执行几次 直到剪掉最困难部分的窗户 这样做的目的是 为了在该窗户后面 添加下雪的效果背景 所以 您需要在这张图片的所有窗户 也进行同样的操作 完成后 您可以在左上方的 File文件使用 Export导出 再选择 PNG文件类型 给它一个名称并 选择保存 为了让这些图像栩栩如生 推荐使用免费的CapCut剪影 或者是您用开的剪片工具也可以 现在上传带有已删除窗口的图像 以及 AI图像生成器中生成的背景图像 首先将二张图像也托放到时间轴上 一个上方 一个在下方 建议下方的放背景图像 如何决定重叠的图像 那个在最上层 选择最背景图像 在右上方的 画面 基础 设置内 最下方的设定找 层级 这就是类似图层的作用 一是最底的那层 数字最大便是最高层级 按一及二看看便明白了 所以 一会儿会有个层级 需要在这里自行选取 及设定那个先后 现在确保背景图像 是一最底便可以 为了获得下雪的效果 您将需要下雪效果的绿屏视频 您可以在一些免费资源网站 或YouTube上搜索输入 Snow Green Screen下雪的绿屏视频 找到您喜欢的 就下载回来 现在回到CapCut剪影 上传下雪的视频 接着 您会想把下雪的绿屏视频 放在背景图像 和带窗口的客厅图像之间 先把下雪的视频 拖放到编辑的最顶层 因为稍后方便 加入更多的下雪视频 接下来选取下雪的视频 要将它放在二张图像之间 所以将层级设位2 再检查一下 其他视频的层级是否正确 现在真正的魔法开始的地方 选择这个下雪的绿屏视频 然后再在右上方的画面的设定中 选择抠向功能 启用色度抠向键选项 用颜色选择器 选择下雪视频的绿色 并增加强度 直到绿色背景消失 您可能会发现 绿色并不会完全消失 因为一些雪花仍带有轻微的绿色 尽管可以透过增加强度 来消除所有绿色 但这样做会导致许多雪花消失 于是 我们可以进入右上角的调节设定 向下滚动 找到饱和度设定 将滑块拉到左侧 这样会消除视频中所有的绿色 只留下完全白色的雪花 建议将亮度设定拉到右侧 进一步增强白色 如您所见 现在只剩下白色雪花了 这就是卫视膜 需要找这些下雪滤屏视频的原因了 如果观察到一些雪花过大 显得不自然 接下来的步骤 是缩小雪花视频 您可以通过多次复制 Ctrl加C和粘贴 Ctrl加V 使其覆盖整个窗口范围 让雪花看起来更细小 如果想要更多雪花 只需选择每个雪效果涂层 然后再次复制并粘贴 并稍微改变方向极大小 如果发现某个涂层的视频 太亮或太暗 可以选择该视频涂层 再次进行亮度调整 现在 选择右上方的导出按钮 给视频命名 然后再次点击导出 将此视频导入CapCut剪影 这样编辑其余部分会更容易 我还想添加室内炉火效果 让整体视频更自然 真实 您可以在YouTube或其他影片资源网站上 寻找带绿屏的火效果 Fire Green Screen 选择您喜欢的一个并下载 然后将视频拖到CapCut剪影中 并按照与下雪绿屏效果相同的步骤操作 选择炉火的绿屏视频 在右上角画面的设定中选抠向 其用色度抠向键选项 选择视频中的绿色部分并增加强度 直到绿色背景消失 现在可以调整视频大小 使其适合壁炉大小 建议使用Crop工具切掉火焰顶部的一部分 使其看起来更像真实的火焰 在最后一步中 按键盘Control 选择两个视频并创建一个复合片段 这样方便一次性改变比例 在中间的播放器下方 设置长款比位9比16 适用于Instagram YouTube Shorts和TikTok等短片大小 放大视频将其置于屏幕左侧 然后希望视频的镜头 从屏幕左侧自动移动到右侧 将时间线托放在视频开头 在右上角画面的基础设置中 找到位置大小设置 在左侧添加一个关键帧 将时间线拖到视频的末尾 并添加另一个关键帧 现在将视频稍微向右放置 完成了 您可以看到 视频现在是自动移动镜头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吧 现在还欠加入音乐的部分 如果一般音讲可以在YouTube Studio内 Audio Library便能下载 但想找更加完整及特别的 如LFI的音乐 有个网站建议大家试试就是FlexClip 这里可免费使用 有兴趣还可以用这里 Template或AI来制作精彩视频 持续会有正式教学视频在介绍 现在进入网站后 如无注册简单用 Google便能注册一个 按建立影片后进入 在左方按音频 在搜寻输入 LFI便有大量可供应用 选择即时听后 增加需要的音频到时间线 但应该是三分几中的音乐 需要在场景 那儿调整输出有多长度 调整完后 便按右上方输出选择音频 便能取得完整MP3格式了 十分方便及好用 然后将LFI MP3音频上传 CapCut剪影内 托放到影片内 按一下选取音频 将时间线调整需要长度的位置上 按分割功能 将后面不要的按键盘 Delete删除 左右的黑点位置 调整一下淡入淡出的声音效果 可以选择在右上方的按导出 给视频命名 大家可以看一下荆棘的成果了 当我们一同检视成果时 我想顺便分享一些观察 目前发现 这类型的视频 再只有一个IG频道的流量特别惊人 而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 则尚未见到类似的成功案例 因此 这个频道每月能赚取数万美元 并不令人怀疑 但仅仅依靠建立类似的频道 而成功是相当罕见的 也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从中赚钱 为了实验病提供参考 我已建立了一个类似的 IG频道并将上传一些相似的影片 如果大家对这是否真的能吸引大量观看有兴趣 欢迎到我这个IG测试频道 我希望大家能从中学习 如何运用不同的AI和工具 并将其发挥到极致 如果有需求 我也会继续制作更多这类教学视频 供大家学习参考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 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会很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请帮忙订阅 分享 按赞或留言 你的支持 就是我们持续制作高品质内容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次再见